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5号的时候发动一个彩虹围城的集会行动 为什么我们要发动这个行动呢 因为呢自从去年的10月 我们把婚姻平权的草案送到立法院之后呢 接近一年了 这个草案呢在院会通过一读之后 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 上个会期呢 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招委 廖正景先生 他是负责婚姻平权草案的排案的一个召集委员 我们用尽了一切的方式 要求和廖正景委员沟通 但是呢廖委员 宁可呢跟宗教孔童的团体往来密切 却始终连一面都不愿意和我们相见 孔童其实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从心里 从心里 从内在 一直到外在 一直表现出对于同性恋的恐惧 对于同性恋的害怕 对于同性恋的焦虑 以及不友善 甚至会感到恶心 那我们认为现在的立法院正是在恐同发作 因为我们的草案从去年10月送到立法院之后 我们的立法委员不敢审 不愿意审 不愿意面对 而我们知道当恐同发作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现象当人民逼迫这些立法委员要对婚姻平权表态的时候 这些立法委员不是闪避而不及 甚至如果被逼到极致的时候 这些立法委员就会说出他们内心真正对于同性恋的看法 于是这些歧视就会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弥漫 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恐同的现象 如果真正我们要去治疗这个恐同的现象 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开始审议我们的婚姻平权法案 并且让它通过 所以恐同所平权药的概念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概念是我们要呼吁我们的立法委员 婚姻平权 平权的钥匙 解开恐同锁链的钥匙就在你们每一位立委的身上 所以我们将制作112个恐同锁 每一个锁上锁着每一个立委的名字 我们将邀请所有的立委在10月5号的当天 拿着您的平权的钥匙到我们的现场 支持我们捍卫婚姻平权解开你的恐同锁链 另外一个我们要呼吁的是全台湾所有关心婚姻平权的公民 自己选出来的立委要自己盯上 如果我们真的支持跟捍卫婚姻平权 那么我们希望所有的公民开始锁定你选区的立委 一组人锁定一个立委 让每一个立委充分的感受到选民对你们的期待 诸多性别团体努力了多年 在去年靠自己的力量 把婚姻平权法案送入了立法院一督 然而与张庆忠不顾多数民意30秒强行通过服务相反 这个超过半数民众所支持的法案 却因为宗教力量而被恶意搁置了一年 而且他们还意图使他冷冻到2016年 使所有的努力要重新来过 这是一个民主和平等国家所不该接受的事情 平权运动的落实不分时间与地点 学生们站出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未来的权益 更是希望借此法案定定台湾性别平权的基础 因此校园同事出席日和台大学生会性别工作坊 在此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 不分性向与性别 让我们以围城的行动要求立委 正式此过半数的名义 勿在清乎年轻族群对此压倒性的支持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 让台湾成为一个更为平等更为正义的环境 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的方式 让社会去聆听 正式每一个不同族群的需求 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权落实 目前全球已有16个人权先进的国家 认可同性婚姻 这显示了同性婚姻不再只是个人价值观 而是基本人权的保障 2003年第一届同事大游行 引领了许多同事勇敢地站出来 向这个世界展现同事族群存在的事实 就在游行迈入第11届的前夕 婚姻平权草案在立法院正式通过一读 有多少人权拥护者 计判这迟来的正义 正当我们以为 一切都水到渠成的时候 却冒出了另一群人 打着宗教的旗帜 利用他们充分的资源 持续阻碍抹黑同志们所追讨的基本人权 于是同志伴侣们所计判的婚姻平权 至今人被冻结在立法院 置之不理 这是一件可怕而沉痛的事情 婚姻平权是基本人权 不能再延误了 今年10月5日彩虹围城 我们需要大家的共襄盛举 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凝聚彩虹无尽的力量 向运辅傲慢的歧视 愤怒呐喊 谢谢大家 这个孔彤的锁链 就是象征着婚姻平权法案 不能够动弹的原因 廖正经委员 要为上个会期完全没有动静 法案完全没有进展 负最大的责任 那我们今天就请两位桃源乡亲 为我们把这个廖正经先生 廖正经委员的名字贴上去 在这个孔同锁上面 希望廖委员在10月5号的时候 能够放下偏见 打开心胸 倾听民间真正的多元的意见 然后来到我们集会的现场 用我们送给他的平权药 打开这个孔彤的锁链 孔彤为宪 10月5号 彩虹为城 好各位朋友 10月5号下午1点钟 我们在立法院青岛东路 彩虹为城 拿回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利 和我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平等 更美好的台湾社会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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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